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开始我们是拿着平板刀校园内四处寻找问题 后来发现塑胶垃圾是较为严重 塑胶垃圾的确是全程比较运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的决定也叫这个名字 在初步的搜寻关于塑胶垃圾以及海洋污染的相关资料之后 我们决定实地到白沙湾进行淨滩活动 而在淨滩活动当中能够发现 其实污染沙滩的垃圾并不是只有像大家所想象的 宝特瓶、宝利笼以及塑胶袋等大型垃圾 除此之外更多的是细小的塑胶碎片混在沙滩当中 所以我们大家必须要一起从源头减少塑胶的垃圾 造就了我们这次行动方案的主项 我觉得是上涵的目的 因为那个是我们第一次在私应台上面说话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而且还是做这个全校性的悬调 那个时候脚会一直动 那个是觉得蛮可怕的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是减速外行行动方案小组 大家知道台湾最多的海洋垃圾是什么吗? 没错就是我们这边的宝特瓶 十月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浸餐 发现时代当中就有三到四代的垃圾是宝特瓶 问题非常严重 就像我们的装置艺术包到台湾 你敢相信吗? 这是以为我们学校回收是两周内所收集到的宝特瓶 身为台湾人我们义务解救自己的土地 除此之外 宝特瓶看似有回收就很有效果 但其实不然 看看我们的作品 台湾是瓶盖 就是宝特瓶的罐子 而外面的包膜形成了我们的外包装 意味着光一个宝特瓶就有三种塑胶 回收相对麻烦也耗费人力 因此想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活动 从源头解决塑胶问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淡 所以到底像是塑胶 让我们进入塑胶 没错 我们建制了线上塑胶的一天 一方面可以了解塑胶垃圾的由来 你可能没想过 我们小小的一个决定 却可以造就台湾每年八万个 漂流宝特瓶的状况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 我们应该就是张志宜是包到台湾的 因为从一开始的构图 然后再到垃圾厂收集 宝特瓶、瓶盖 然后再把它利用午休时间组起来 最后在宣导的时候放到司令台上 然后做一个宣导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因为一个礼拜以后 它就被风吹了解体 做了很久的星期就这样毁掉 就会变得伤心 经由我们不断的在中午用无声广播 还有在招会的时候 利用报告的方式 跟大家宣导我们的支持之后 我们发现全校的垃圾量 竟然变少了 我发现我们虽然只有十个人 但是可以泡澡一千多人 跟我们做一样的事 非常有成就感 还有我们的近餐模拟好 参加的人非常的踊跃 所以组长决定在活动结束之后 再加开三个场次 让大家都能参与到这种活动 真是出乎我们的意义之外 一开始我在制作表单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 要像一般的那种直奔问答 但后来发现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让大家都扮演一个学生 面临一天当中 要选择要不要用塑胶的抉择 这让我学到表单 不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呈现 更有趣的方式 就是也可以增加活动 一开始我们就是 就是要做那种线上活动 就是透过线上Google表单 然后邀请同学们一起加入 加入我们的行动方案 那就是对我而言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就是我相信就是 并不是所有同学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然后要邀请同学呢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但是非常幸运的 其实就是 就是还是有一些人 就是小部分的人 愿意加入我们的活动 那也真的就是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多很多 只要你认为做的事是对的 而且对生态 还有地球的环境有帮助 不管是多大或多小 只要坚持下去 一定能对地球的生态 能改善 加油 就是做一件事情 它还要在一个活动 非常的不简单 但是如果你可以找到 结合跟你一起 愿意帮你的人 就会轻松很多 你一旦发现了问题 就应该立刻计划改变 并付诸行动 如果只是待在原地思考这问题 并不会带来一定很改变 如果你想改变 Just do i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的台湾国中回收市 两周内所收集的产作品 身为台湾人我们有义务决定的福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